華人甲南鄉的二聰國秀夫席 幼稚園 今天再去是發生電動門 跟一個女兒合照的議員 這是一個家長 送他六個的女兒去託車去學校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女兒竟然在學校的門口 給電動門合照 而且現在有生命會上 經過議員發生的現場 有著所有電動門 已經去讓健康用索索射圍起來 上市看學校門口的肚子 要讓有收朋友的會點 好好表示發生這件議員時 鐵台鴨正在開門 並沒有注意到 有學生正在替門的附近 這次替代鴨看現場狀況 學生離鐵門有段距離 他那時候開門 開門要看了一下 然後已經大概快關了 他就進去哪個房子 這件議員是發生在28號 再去7點左右待在 華人甲鄉的生意南主 再去開車上六個大小孩 去二聰國秀夫席 又進行堂車後就離開 小朋友就去讓校門口的電動門 進到 當中造成頭比較破裂 保證要在手救 那我們急救過後 小朋友是有恢復心跳 但是很不穩定 那目前的狀況是頭部 主要是在頭部 那頭部是有顱骨的骨折 然後有顱內出血 因為事實上當時 校門口就有一位替代人 沒有任何都讓老師在庁 也引起其他家庭的部門 所以他還是家庭 要對救好好接近 要關門的時候 我看到他幾次都沒有人 校方應該有相當的責任 先去檢視說 在開門 關門的狀態下 是不是有小朋友在旁邊 會不會造成小朋友的危險 最近了解六歲 小孩的北部已經離緣 小朋友都是抵達父親的生活 聽到便宜說明 小孩的狀況非常無論 都覺得很艱苦 華年管監府九郵局 在第一時間 也觀看便宜協助健康調查 進行 理請好好感受相關的接近 記者綜合報道